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昨天在台湾有一场大游行 是彩虹大游行 同志大游行 而这个人又出来了总统蔡英文 强调了自己最挺的就是这个族群 他同时说了说别人觉得很平常 对某些人来说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hashtag民主挺同志 大家就要说了其实不是只有民主才挺同志 很多人都挺同志 你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议题 变成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呢 还是说你民主可以灌在所有的名词上面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前几天台日美关系展望研讨会 也说了强化民主任性还有供应链 然后社群之夜也说了要投台湾 讲的是18岁的修宪这件事情 说要让台湾民主更进步 什么都跟民主有关系 但是你知道吗 年轻人现在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说 感受上不是这么好 毕竟那个时候社群之夜 现在专家认为了只有巩固在同温层而已 办到了第四次了 可是却是可能所有的前几次经验当中 效果来说是相对的让大家比较 有点跌破眼镜的一次 只剩下同温层吗 只有自己在取暖吗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 现在整个大环境选情 还有疫情过后 大家对民进党重新有不同的观感了 现在大家就在讲了 抗中宝台真的还能拿出来用吗 陈时中讲了 说当然这个是彰显个人的价值 跟选举无关一定要拿出来讲 但是大佬许姓良认为 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 你再去讲抗中宝台 是对你自己的选情不利 不只是今年地方选举不应该讲 之后2024的总统大选 也不应该讲 他觉得这前讲后讲 逻辑都不太对 同时也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来 对于蔡英文来说 现在他的满意度 其实有过半 百分之五十点四 但是不满意度 有百分之四十六点六 这代表什么 吴子佳的分析是 让泛蓝泛绿各自团结 那就是已经两极化了 双方越走越远 那就没有一个中间数 好 可是这如果在地方型选举上 对民进党是好的吗 原因是因为 现在黄阳明他就披露了 说在他看到 不管是党内或党外 民进党内或民进党外的 这些民调选举 他发现了 讲说台中以北 民进党他们推估 内部民调 只有一都 也就是基隆是领先的 但是这个领先 竟然还在误差范围之内 不就表示台中以北 几乎有机会 可能全军覆没 真的会选得这么难看吗 到底民众的不满在哪里 除了疫情 除了执政之外 可能也包括了先前 你们很强调很在意的东西 回过头你会发现 怎么跟你讲的不太一样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还记得吗 这当时不到两个多月 两个多星期前 告诉我们了 说资安就是国安 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 数位发展部 可问题是 现在却马上发现了 国人的护政各资外泄 是2300万台湾人的资料 在国外论坛上 有人看到了 他讲了2300万台湾人 所有人的资料 卖多少钱 卖16万台币 甚至还先给你20万笔 让你先试试测验看看 看看是不是真的 这20万笔 现在调查局告诉我们了 集中在宜兰这个地方 那就连宜兰县长 林芝妙 还有宜兰他们资料出来 这个立委 陈欧部等等 都是在这个20万笔里头 甚至据说资料 都是真的 好这件事情大家就要问了 哪里流出来的 内政部 护政资料是在你们这边吧 内政部说 资料没有被偷啊 所以不是我们这边来的 要请警调来调查 徐国勇内政部长讲 说初步看起来 格式什么都不一样 应该不是我们这里 可是大家就想问 不是你们是谁 2300万笔 如果不是公布门 是从哪里流出来 甚至宜兰20万笔 比他们全线的确诊人数 都还要高 中央难道不用负责 不用检讨吗 兵哥 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 他们讲的 他们都会有借口 有理由 然后什么都灌上民主 就觉得大家都要买单吗 这是民进党的常态 这一年来 我们大家不是看到 鱼也变得民主的鱼 然后晶片也变民主晶片 什么东西都要灌民主 这就是民进党的 一贯的手段 但是问题是 这样有意义吗 大家真的会买单吗 实际上光是这个同自由行 蔡英文讲说 别人觉得很平常 对某些人有很大的意义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同志要是什么 其实同志要的 就是大家觉得他们很平常 就这么简单 就是让大家看到同志的时候 跟看到所有其他人都一样 没有什么不一样 对 就是同志要的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蔡英文你是忘记你是执政者 同志在游行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们对他们所处的现状不满 所以代表对谁不满 对你不满 你忘记你是执政者 你忘记你是总统 如果你把同志的环境都改善到 让同志都很满意 同志干嘛还要游行 所以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结果你还在那边 什么民主挺同志 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总统 所以还是你已经 连自己是总统都要看到 读稿机才知道 不然你不晓得自己是总统 你已经昏庸到这种地步了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现在民进党为什么到现在 还要打抗中宝台 并不是因为民进党不知道 你在县市长成绩打抗中宝台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是因为他已经没招了 他除了这个 已经没有任何招数可以打了 他现在只剩下 抗中宝台可以用 所以因为只剩这一招 所以只好拼命不断的使用 这就是民进党的困境 所以如果民进党 有其他好的牌可以打 你以为他不会打吗 民进党是最会选举的政党 但今年他们所有的招 都用尽了 你看他怎么去抹高宏安的 怎么去抹张战政的 只是抹到后来全部都反扑 反而让显露出 他自己的候选人才是更糟了 所以现在民进党 已经完全没糟了 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他也是死马当活马医 他自己也知道情况 对他非常不利 像杨明公布的这个东西 其实老实说 我一点都不会意外 台中以北 都输有什么好稀奇的 因为以现在整个大事 看起来就是这样 而且民进党显然没有其他 有效能够提升选情的办法 所以他只好尽量让选情冷 你要知道我们节目这边 在讨论的是很火热 可是现在外面的选情 是非常非常冷的 因为大家都觉得 其实没什么好投了 这就是民进党要了 民进党希望把整个选情降下来 选情越冷 他认为对他最有利 所以他就全力在这样做 甚至连中选会都动用 不就是这样子吗 那问题是抗中宝台能够 真的能够民众会买单吗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今年有一个现象 一个实际的行为 让大家看出来 民进党根本就不会抗中宝台 理由就是 当老共的飞弹打过来的时候 蔡英文叫我们千万别抬头 大家全部装傻 全部装都不知道 要等到日本人来告诉我们 飞弹过去 你们才愿意承认 那当你们都是这种鸵鸟乌龟心态 你们都只是把自己闷在沙里头 什么都不敢看的时候 你告诉我你在抗中宝台 你见鬼吧 现在资安出了大问题了 你还不是一样 每一个都装死 不赶快彻底去找出来 到底源头是什么 赶快去防堵 结果是大家先推责任 要这样的烂政党 来帮我们抗中宝台 见鬼 我觉得你送中卖台 我看是你最拿手的事情 是 洪文姐 我对于这个2300万人的资料 然后网络上16万台币 还可以给人家 先试用这件事情 非常在意 但是现在内政部说 不是我们 我们也不知道 一推250 那我觉得觉得奇怪 如果不是内政部 请问是谁的责任呢 对不对 我们还花了200多亿 成立了科技部 不是吗 那到底我们的资安 就是我们人民 民众的个资 到底谁能够保障我们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所以现在民进党 基本上就是他任何无能的事情 他很容易去移转 那以前我刚刚讲 不然就是马维拉 那现在就是用抗中宝台 我回头讲一下 这个昨天的同志大游行 那民进党他支持 然后用一个民主挺同志 我觉得就是说 当蔡英文每次都说 要团结团结 说大家要团结 台湾才会更安全 可是问题最会制造对立 最会两分法的 就是你民进党 你讲民主挺同志 但是台湾确实还有一些人 他没有这么挺同志 所以这些人就叫做不民主 是不是 你是每次都是这个两分法 然后过去不是吗 反核 我是人 我反核 所以如果你挺核 你就不是人 民进党就永远是用这种方式 他们觉得这种方式 非常的好用 至于民主 民主太好用了 比如说凤梨 凤梨不能销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吃民主凤梨 对不对 然后就说这个大陆 就是打压台湾的农产品 他从来不会去回头去检讨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够销到中国大陆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戒壳 从这些相关的问题 他不会讲 他会说我们来吃民主凤梨 好农委会的责任全部都结束了 那最近我们不是一样吗 我们的兰花被美国退货 在海上直接全部退货 那有民主兰花吗 因为碰到美国就脚软了 不敢讲了 他觉得美国更民主 所以台湾不敢讲民主兰花 一样的高端 当时的高端不是都告诉你吗 用爱国主义 用国家队 你打高端是什么呢 是爱国手臂 你不打高端 对不起 你不爱国 你的手臂不够爱国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一再的两分法 而这种两分法 对于民进党最好的 这么好用是什么呢 你所有执政上的无能 我就用民主 就用爱国 用国家队全部都混淆 他就是用这样一路骗 可是这次为什么 你的抗中宝台喊出来的时候 这个反应这么冷淡 太多的人民开始发现 你一直在讲抗中宝台 可是问题我疫苗就是 当时我就是排队打不到 你让我爱国 我去爱国楼 我的手臂很爱国 但是我现在高端 没想到我爱国 还要付其他的代价 然后你告诉我 BNT不好是中国疫苗 可是我发现 你的高端疫苗 原来在二期里面 有真的中国中资的DNA 你告诉我 你的执政到底 如何去对民众交代 那至于这个个资的问题 更是离谱 过去不是在讲吗 所以我们什么科技部 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多么好多么好 后来上次 不是在这个中共 他们的这个演习里面 发现我们的一些什么 像那个超商 还有台铁竟然出现 去完全被害个 害进去 更离谱的是什么 我们的天空飞 我们的天空飞弹用淘宝货 是不是 你一直告诉我们 爱国然后什么 我们一定要抗中 什么都不能用中国货 结果天空飞弹 而且是你长期的承包商 请问一下 谁出来负责 我也没有看到有任何人负责 所以我们台湾人怎么这样 只能自求多福 所以这就变蔡英文告诉你了 你们要自立自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碰到各自的问题 碰到所有疫苗的问题 碰到我们生命财产问题 碰到我们治安的问题 都只能自立自强的时候 所以拜托大家 在这次县市长的选举里面 用大家的选票 告诉我们的执政党 我们受够了 不要让他觉得说 没有关系 他还是可以这样的无能 他还可以这样的无赖 但是无所谓 因为在选举他会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 来 雨萱 我想蔡英文这一次的 民主自助餐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煮菜出了问题 你煮菜就是一锅老鼠屎 所以你今天就算加了再多 三针海味进去 也没有用 何况我们讲这些三针海味 是哪来的 是蔡英文从他的仓库拿出来的 我们讲你看 所有的同志 到台美关系民主 到年轻人 到网路 社群 通通都是他以前用过的老梗 只是说隔了两年隔了四年 全部翻出来又在清仓大拍卖 再丢一次 你说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蔡英文自己心里最知道 包括我们讲的 他在28号社群职业 那一当天多惨 他除了前排摆一些样板 都是年轻人之外 中间是什么 中间通通都是一些 白纺苍苍的老人 那些老人怎么来的 一看就知道 绝对是里长装脚动员来的 问题是他整场可能还不到3000人 竟然连一个总统 已经宣传非常久的社群职业 还要被迫用到里长 去动员老人家来 所以比较让人家看破是这个 那蔡英文自己知不知道 我觉得她自己看到台下 那个法的颜色的时候 她可能自己心里面也蛮凉的 那回过头来我们讲 包括这一次所谓的 个资外泄的事情 那前几天才刚好有新闻讲什么 讲述发部要弄一个中继大楼 又要花6000万 7000万 然后总共加强要花1亿元 然后包括又在讨论什么 述发部内部的人才的任用聘用 搞小圈圈 然后又是这个近亲繁殖 然后甚至是外行领导内行 我们速发部已经成立了好几个月 就是到现在都还在讨论这个问题 不是乱花公堂 就是人找的乱七八糟 那你说美其民 他们花了好几十元的预算 编列预算说要拿来进行治安使用 结果连自己家里面都失火 都搞不定 我没有怎么能够期待说 这个速发部真的是来弄治安 搞不好这个治安其实说好听 只是美其民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你速发地真正的敌人是在国内 是国内的政敌 根本就不是说要去对抗 这个大陆的网军入侵 所以这到底是不是是对抗外面 抵御外伍 防火墙